国民党高官的美女老婆们 十八分之一张灵甫被誉为皇甫第一帅哥 与美女王玉玲成就一段郎才女貌的倾城嫁化 1947年3月王玉玲生下儿子张道宇 几十天后就接到张灵甫死亡的消息 十八分之二张灵甫王玉玲夫妇结婚照 十八分之三年轻时的王玉玲 十八分之四张灵甫王玉玲夫妇 十八分之五王玉玲 是于1946年新婚后 王玉玲喜欢这张照片 在照片背面提写赠灵甫送给张灵甫 十八分之六晚年 王玉玲首捧丈夫张灵甫容装相 十八分之七抗日名将正廷级 国民革命军录军中将 1948年10月在辽审战役中解放军俘虏 1959年12月获特赦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 郑婷及与被夫妻间离婚的妻子冯丽娟 重新恢复夫妻关系 她冯人便讲 如果没有周总理 我们夫妻不会破景充元 可以说周恩来就是我们的红娘 十八分之八邓决先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陆军中将张震翰的妻子 1932年邓决先同张震翰在长沙订婚 1933年在汉口结婚 婚后邓决先怀上了女儿张南俊 后又在汉口生了儿子张天佑 1947年邓决先到上海 1950年张震翰到湖南省 参加长沙市政府工作 邓决先跟随到长沙 十八分之九郭德杰 1925年经介绍与李宗仁结婚 此后陪伴李宗仁度过了四十多年的岁月 1966年3月 身患晚息乳腺癌的郭德杰逝世 李宗仁的情绪非常低落 十十八为了照顾身陷丧妻之痛的李宗仁 李宗仁和胡友松 在李宗仁的官邸完婚 胡友松是影后蝴蝶的私生女 她人长得漂亮 气质好 而且正好从事医护工作 最符合照顾李宗仁的条件 在李宗仁临终前的日子里 正是由于她无微不至的照顾和看护 使李宗仁感到莫大的慰藉和满足 十一十八和英亲 1917年 惊人介绍 与王文湘结为夫妇 二人一直非常恩爱 王文湘知书达理 温柔贤惠 和英亲能够娶到这样的妻子 自然对她十分珍惜疼爱 王文湘一生都没有生孩子 有人劝和英亲那妾 王文湘本人也没怎么反对 但和英亲却没这么做 后来 他们过继了和英亲弟弟的女儿为养女 十二十八民国十四年 莫迪随国民军第七军北伐 在战场上涌孟善战 民国二十五年回广西军校高级班深造 抗日战争中 莫迪被誉为长盛之将 本地青年纷纷报名 参军到莫迪所在部队 当地一位十八岁的朱姓女子 将芳心献给了她 年已三十岁的莫迪 在一厢可谓是英明 娇妻洪庸的 十三十八万一千九百四十一年 一个叫池布州的人破译了日本 即将偷袭珍珠港的秘点 池布州十八岁被保送到东京大学 积淀专业深造 毕业后 她娶了一个日本姑娘白冰英子 他们的婚事遭到两方家庭反对 但两人还是在压力下结婚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 池布州坚持回中国抗日 英子与家族决裂 跟随丈夫到中国 十四十八 于凤志是少帅张学良的原配妻子 于凤志美丽而又有智慧 爱心觉罗普及就曾圣赞于凤志 长得很美 她生就一张很古典的脸 清清秀秀的 宛若一只雨后和唐里盛开的脸 只可惜 后来照一叠横刀毒爱 让这位美人伤心 十五十八岸 一千九百三十七年的 于凤志女士 十六十八岸 一千九百二十二年十二月 冯玉祥因为妻子去世非常伤感 但她手握冰权 许多达官贵人都为她作媒 一九二三年 冯玉祥在北京参加第一个聚会 李德权发表演说 给冯玉祥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一九二四年二月 冯玉祥与李德权按基督教礼仪举行了简单而朴素的婚礼 十七十八年近中年的李德权 十八十八冯玉祥李德权夫妇 温馨提示 阿艺术共赏转载 发布内容如有侵权 请后台联系我们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处理或撤销 我们希望在资源共享的同时 与您共同维护互联网的良好生态 谢谢